这春节临近了 年味是越来越足了 为了给大家啊 天福天寿 今天啊 咱们老猪大哥也参加了一个送福袋的活动 咱们一块去看看 生活导播来服务 垃圾分类我来说 今天啊 我们就参加一个大的活动 什么活动呢 有我们铁锡分类办的组织的 咱们红马甲再行动 临近节日了嘛 咱们就给大伙送这个福字 你看着吗 满满的幸福送给大家 今天呢 我们就来到了铁锡万云卫商场 一会儿呢 我们就挨个儿 咱们给这个过往的市民发放这福字 哎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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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点 垃圾分类 咱们这个游我先行 是不 过节了 先给你来个福字 同时呢 再有一个宣传单 关于垃圾分类的 节日期间 咱们也别忽略了 做好分类工作 把这个都送给您 天赋赠寿 大行来照一下 大伙看 现场 参与的人挺多 你看都像我这样 穿上红马甲 咱们做公益的宣传 现场我见到咱们 一个穿红马甲的 您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新华街道的 工作人员 这家街道巴士寿的 我们是专业分类的 新华街道巴士寿 巴士寿工作挺忙啊 这也能参与到这 那真的不容易 怎么想的咱们是 垃圾分类 是我们沈阳每一个市民的职责 更是我们街道 应该做的职责 所以说我们利用业余时间 来推广垃圾分类知识 在市民中宣传垃圾分类 对沈阳全面推进垃圾分类 做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我们除了给顾客送以外 咱们现场也给这个商家 送去一些祝福 别说这福字啊 真顶受欢迎 大伙没有不要的 县长呢我们见到咱们老朋友了 这是咱们铁基菲的吧的同事 这是咱们社区的书店 你怎么想的啊 这个到这来搞这活动 因为呀这个马上春节了嘛 春节了给大家送一个祝福 送福袋 商场呢在这个我们垃圾分类工作中 非常重要 人事比较足 现场的群众非常多 这样呢宣传的力度非常大 非常好 咱鼠地也参加 对 我们现场发福证呢 给大家送去福气 给咱们所有的百姓 在春节到来之前呢 带来福气 福利 好 呃就是在节日期间 提醒大伙 别忘垃圾分类 在这呢 大包也想提醒第二季前的 各位伙伴们 春节长假 您呢和家人在欢聚一堂的同时 也千万别忘了 一定要做好垃圾分类